大学毕业后 我四处找房子 就在我无意间在一个大学城附近闲逛时 忽然看到了一则合租的小纸条 只见上面写着 是一个名为小梅的女研究生在找合租室友 并且要求室友必须是一个身强体壮的男生 我一看郑重下怀 就赶忙给这个名叫小梅的女生打起了电话 就这样 之后我和小梅约了个地点见了一面 她对我颜值身高气质等一些方面都还算满意 就决定和我合租 这晚 我带着自己的行李兴致勃勃的来到了出租屋 只见这出租屋被一片茂密的树林包围着 氛围略显阴森来到房间后 小梅给我交代了下大致情况后 就进卧室锁上门去写论文了 我在客厅点着台灯看着书 深夜里环境非常寂静 只有窗外的树叶声沙沙作响 我不由的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可就在这时 我顿时来了尿液 就起身去了卫生间 卫生间一片漆黑 可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灯的开关 只好摸着黑解决了 刚上完没多久 突然传来了 支吓一声 我顿时吓了一跳 抬头一看才发现原来是小梅出卧室了 奇怪的是 她面无表情的从我眼前经过 进了厕所 进去关上厕所门后 突然大叫了一声 顿时我就被吓到了 难不成刚搬进来的第一晚就遇到鬼了吗 哎 看来也逃不掉了 英雄救美的时候到了 接着 我就奋不顾身的起身向厕所走去 准备营救小梅 可我刚到厕所门口 小梅就推门出来了 她见我站在门口就奇怪的问道 站在这干嘛呢 不早了快休息吧 说吧 她就头也没回的进了卧室 砰的一下关上了门 就这样连续好几天 小梅都是晚上进厕所尖叫一声 随后没事一般的走出来 但由于她写论文写的太过困倦 也没和我说过话 白天我去上班她去上课 也没什么交集 所以她厕所尖叫 在我心中也成了个谜团 我就上网查了下她的这种情况 得出的答案却惊到我了 难不成小梅这女孩真的有精神病 于是 这晚我就决定测试下她的智力 便鼓起勇气来到她卧室门口 敲了几下门 她开门就问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问一个问题 树上共有九只鸟 一个猎人开枪打下来一只 问树上还有几只 随后小梅眼睛直勾勾看了我半天 说道 神经病 接着就关上了门 之后 我由于肚子疼 只好摸着黑来到厕所 正当我解决时 忽然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响了起来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渐渐地贴在了我脸上 顿时 那声音也停止了 我就抬起硕大的巴掌 狠狠地往脸上抽打了下 忽然 厕所灯亮了 我才发现是只蚊子 当我抬头时 忽然看到 在木门上贴着一张纸 上面写着 不用别喊 节约用电 谢谢合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